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将创造中国大陆南网新的历史 要知道24岁的沙波瓦洛夫虽然发挥不太稳定 但水平相当高 去年曾和那打尔沙的难解难分 但在面对吴亦炳时却显得球路深疏 怎么打怎么没有 最终溃败离场 吴亦炳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要感谢伤病让我变得更加成熟 很高兴现在的我能够打出越来越好的网球 同时我在场上更加享受比赛 其实只要是懂球的人 当年看过吴亦炳拿青少年大满贯盒之后 在国内挑战赛的一系列表现 就知道世界前100 征战巡回赛只是时间问题 而业内行家对吴亦炳的保底预期 一直是世界前30 值得一提的是 倘若吴亦炳能打进世界前30 甚至前10 他的身家很可能超越里纳 要知道日本网球明星锦之规 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产物 但他凭借在大满贯拿到亚军的表现 拿到了太多的代言 后半辈子直接躺平了 自从灵光一现后 锦之规至今也没啥出彩的表现 世界排名名落孙山 但他仍然可以凭借过往的风光吃进红利 每年的收入高达3000万美元 而吴亦炳的形象气质都好于锦之规 只要他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背靠的巨大的中国市场 足以让他收到大量的代言 届时吴亦炳的身家 很可能是中国网球运动员里的number one 从而完成对前辈李娜的超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